有一個消息說以色列確實同意美方要求 暫時停止進軍加薩 那麼這是代表有和平曙光了嗎 或者是令有盤算呢 惠雲 好 事實上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 才剛發表了電視演說 向以色列的軍隊跟民眾保證說 他們一定會對加薩進行相關的 全面的地面進攻行動 但這個時候美國的華爾街日報 確實有一篇報導指出說 以色列才剛同意了美國的要求 暫緩進軍加薩 那原因是因為說美方認為 他們如果以色列一旦對於加薩 採取行動的話 反而是美方的軍事的人員 還有相關的資產 會成為激進武裝團體攻擊的目標 所以他們的要求是說 為了能夠保護這些美軍 他們要部署一些防空系統 到相關的地區 而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希望以色列能同意美國給他們這樣的時間 而傳出以色列是同意了這樣的要求 但是我們一方面也來看到說 以色列政府近日來非常強硬的言論 這個是不是也是一種緩兵之計呢 因為就是要面對國內的民意壓力 但同時他們也必須要有所行動 所以一再地喊出說他們會進行地面戰 那到底什麼時候是這個時機點 現在看起來就更加不明朗了 那同時還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也是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爆料 是說之前呢 伊朗他們一直撇清說 對於哈馬斯這次攻擊 他們是完全不知情的 就連美方的情資都說 伊朗看起來很驚訝 那看來是真的不知道 不過現在據有這個華爾街日報掌握的資料說 其實伊朗早就知道了 甚至還協助幫忙訓練這些士兵 因為早在9月份的時候 就有大約500名的哈馬斯 還有他們的同盟 也就是伊斯蘭聖戰組織 大概500人 到了德黑蘭這邊來進行一個集訓 那這個集訓是要做什麼呢 包含是說用伊朗的無人機攻擊 還有就是演練說 練習滑翔翼翼 來進攻到這個以色列邊界等等的 這些呢 都後來被分析是認為 是以色列慣用的行為 但是現在把這一套交給了哈馬斯 所以這一次哈馬斯也對以色列來使用 那另外一個消息就是說 包含像是哈馬斯 還有真主黨 以及伊斯蘭聖戰組織 這三個激進武裝團體的領袖 近日都會面了 而且這個地點是沒有對外公開的 但是這個聲明是由真主黨發出來的 並說他們三方正在商討 如何對以色列來發動全面勝利 這是不是代表情勢會更升級呢 這個是還有待觀察 是 惠雲還有另外一個消息 現在國際間也在問真的假的 就是關於俄羅斯總統普欽的健康狀況 說最近有一次心血管疾病發作了 說就在這幾天滿嚴重的 可是大家就要問了這消息哪來 這說的是真的嗎 那麼這一次所謂的發作 又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惠雲 好的確 近日在國際媒體的報導上面 這個烏二戰爭的版面倒是少了很多 不過可以看到普欽的健康狀況 一直都會是話題之一 最近這一個關於俄羅斯總統普欽 他的身體狀況 是來自於俄羅斯的Telegram上面 有一個頻道叫做General SVR 那這個頻道他又爆料說普欽 前幾天的時候就在自己的臥室裡面 心臟奏停昏倒了 而且傳出說是他的隨護就在外面 聽到蹦的一聲倒下的聲音 那一跑進去看才發現這個普欽 是整個人蜷縮在地上 還說已經痛到翻白眼這樣子 是有心臟奏停 而且說這個情況都沒有好轉 甚至還會聲會影的說這個醫生要家屬罪 做好罪話的打算 但是聽到這樣子的傳聞 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佩斯科夫 馬上就否認了 他說這個是很荒謬的假消息 那我們就來追究說這個放出消息的源頭 General SVR 他到底幕後的操縱者是誰 那麼據傳說他是在2020年的時候出現了一個頻道 而且裡面負責的就是俄羅斯的情資相關的人員 不過他近年來一直放出普欽的假消息 到最後都會獲得澄清 也讓人揣測說這個頻道是不是真的和克里姆林宮 是有特定的消息管道存在的 甚至還有部分的英國媒體解讀說 這其實就是俄羅斯官媒允許設立的一個頻道 放出假消息好讓克里姆林宮來進一步的澄清 好特別的操作方法 也謝謝惠雲帶來的最新訊息 謝謝 謝謝 好 那麼鏡頭回到台灣 接下來是在新北盧州 昨天晚上的計程車怎麼老是開不出停車場 不是身體有狀況 是那問獎喝了酒 記者蔡幸雲